好来看到这是肖美琴的私酒案 现在网路上呢有人来爆料说整副总统肖美琴 日前他将在美国的自用物品运送回台 并且呢也传出说他这个驻外回任 但是带回了自用物品还包含了有23瓶的私酒 传出透过外交部要求官务署要免23瓶的私酒查验 外交部对此表示文件可疑设变造设认知作战二亿 而且说这都是依照财政部的规定来办理的 财政部说申请自用酒通关免办查验 这是符合规定 那么现在财政部表示符合规定 同时呢还说这设认知作战 又是一个认知作战 我们来看到在这个部分 那么媒体员黄明杨明哥就说了 他发现这里头有猫腻哦 这23瓶酒是1.5公升的 15.1公升这已经是小型酒行的一个进口量 那么外交部发言给财政部 财政部回言给外交部都在3月15号 猫腻就在这边 因为一般来说 在这个案件不会处理的这么快 那么居然时间点这么近 而且是准副总统东西处理的快 如果日期没有造假的话 那外交部或是财政部 这拍马屁的功能哦 功夫倒是蛮强的 现在小美琴被指引说 透过外交部要求官务署免于私酒查验 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民营党再次说这是一个认知作战 吴征就说了 民营党要谴责 也呼吁大家不要转传 民营党立委沈柏阳就说 大陆骇客一直在打我国的驻外人员 所以我们要加强资安 这是首要之物 而国民党立委赖世保就提出了他的质疑了 大家印象该还很深刻吧 108年 总统专机撕烟案 大家这么关注 没有想到呢 民进党应该会记取教训吧 结果又传出 萧美琴还没上任 带了这么多瓶高价的洋酒回国 找了一家绿威来报官 再让外交部发文给财政部免查验 财政部发文 便利放行 果然绿威才驻美代表就有这样的特权 那接下来如果当副总统 不就更加的绿威了吗 更加的有特权了吗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国民党立委罗志强也说了 政府机关民进党 一向就喜欢用保密来做行政诉求 但是一再却发生了文件外泄的事件 所以请政府要好好的正视 这样的一个问题 包含了外交机密 爱网兜售 还有前进国造的机密性 泄漏等等 是不是也要来正视这样的情况 因为现在 全副总统小美琴 被指引带了二三平的 撕酒回台湾 而且享有特权 外交部做出回应 一切都是按照规定 但是又定调 这是个认知作战 到底是跟认知作战有什么关系呢 每一次民进党只要遇到问题 要么就是中共的阴谋 要么就是国民党惹的 或不然的话就是认知作战 这种廉价的推卸责任的手法 已经用了八年了 难道还用不腻用不烦吗 你们不腻 你们不烦 国人都看腻了 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只是凸显了自己的无知 以及自己的无能 更重要的是 这一些文件 如果说没有测查 到底是从何流出 恐怕后续的状况 可能还是会持续不断发生 这好像感觉是 AI机器人的这种 机器人对话 有没有 就是反正你问我 A我永远答B 你问我C我也答B 你问我D我也答B 那么这是不是代表 就是说已经完全体现 就是提前的去落实 所谓的AI内阁呢 那如果说你今天的回复 其实就是复制贴上的话 那么我觉得你们也太怠惰了 就是好像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复民众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觉得文件外流 它是一个有相当的严重性 那么如果外交部每次都用这样子 这个就是声东及西 或者试图转移焦点 那么我们真的不敢乐观 就是未来是不是 还会有什么样重要的外交文件 继续的外流出去 继续的在国外暗网 是直接可以被人家兜售的呢 肖准副总统 他身为一个外交人员 他熟悉这些法规 未来如果有超过 上面的规定跟额度 他一定会依法来申报 不要去刻意放话 做政治操作 这些东西都有规定 一切依法依规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 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